今天記者會的題目是一支黑金快篩突破防疫獎項 這一次的快篩之亂延燒至今 我們真的認為衛福部跟食藥署有非常多的缺失 在去年來講其實有40家左右的公司來申請進口相關拓益的快篩試劑 但是也跟大家特別報告所謂的現在核准的公司只有三家 其中的兩家在衛福部的網站上面 所有的公司都應該有相關的資訊可以提供來查詢 但是非常有趣的是 是這兩家公司相關在政府資訊公開的部分 我們底下查不到任何的資料 一家就是現在我手中的福佑達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另外一家跟大家報告的是 是普攻國際有限公司 我們在這邊也特別的指出來 為什麼其他的公司都有資料可以公開 而這兩家公司並沒有任何的資訊 所以我們要提出相關的質疑 各位的了解 我們立法院有通過一個叫政府資訊公開法 人民有知道資的權利啊 人民要知道跟人民的健康息息相關的 快篩計 我們呼籲有良知的監察委員 做一點事情吧 快篩計 另外去查吧都是為止 我們不是指揮霸萬 而是人民的信聖 而是人民的信聖 我們不是指揮霸萬